统一标准 欧盟强推USB-C充电器 苹果放弃lighting充电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7日 欧洲议会内部市场委员会宣布 对电子产品使用单一充电端口达成了一项共识协议 USB Type-C将成为欧盟市场内各大类3C产品的通用充电端口 每次出门街友们包里缠绕一堆各式充电线的问题迎来最终结 预计到2024年秋季 USB Type-C将成为欧盟内所有手机 平板电脑和数码相机 电子阅读器的通用充电端口标准 其他诸如Micro USB 苹果Lightning等充电接口将不得允许再出现 电子产品公司将有两年时间将全系产品过渡到USB Type-C 根据欧盟流程 这份协议文本将即刻提交给欧盟各国大使批准 然后转交给欧洲议会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将在夏季休会后正式批准该协议 早在2019年 欧盟就曾提出要将境内销售的智能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接口统一为USB-C标准 但遭到以科技巨头苹果公司为代表反对浪潮 欧盟之所以要竭力推行统一的充电端口标准 根本目的还是出于环保考量 如果所有移动电子设备使用通用的USB-C充电口 并且各个品牌间执行的充电协议都是一致的话 消费者就无需再为每购买一台新设备而去搭配一个全新充电器 减少了电子垃圾的产生 在欧盟达成该协议的会后发布会上 来自马尔他的欧洲艺人萨利巴表示 这项协议是过去是十年多工作的一个里程碑 得益于标准的执行 欧盟市场至少将节省花费在无用充电器上的2.5亿欧元 省下1.3至1.5万吨电子垃圾的产生 对于笔记本电脑系列产品充电器的过渡 萨利巴则介绍称将会额外留有16个月的厂商准备时间 尽管欧盟委员会特别强调 统一使用USB Type-C的充电标准不是针对苹果公司 但用惯了Lightning接口充电标准的iPhone 还是这项规则的最大苦主 虽然Mac、iPad已使用了USB-C接口 但苹果自从2012年在iPhone5接口上 出厂坚持Lighting充电口甜头后 一直坚持Lighting第一的原则 过去十年间单单依靠Lighting充电协议授权第三方配件 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根据苹果知名分析师郭明基的预测 苹果最早将在2023年下半年发布带有 USB-C接口非Lightning接口的全新iPhone系列产品 但业界仍不排除iPhone在2024年秋季以后 推出欧盟USB-C充电口特公版iPhone产品的可能 而2021年 苹果在全球售出2.41亿部iPhone 其中5600万部消往了欧洲 全部都配备了苹果自家的Lightning充电接口 我们下期见